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认识了李家父母和他们的儿子小李 而李之年的小李不仅事业无成 外债累累 还把婚姻给折腾没了 不认识主要迷走死 把身上赚个钱用掉了 还建了新外贷款 有两三年多六件事多 我们完了长大也没有跟我们讲究离分 每次跟他说话叫他做什么事 他就这样你多我的事吗 你多我的事我就打死你 眼看儿子的状态越来越不着调 心机如焚的父母忍不住出手管控 想把儿子拉回生活正轨 儿子小李却告诉大家 正是因为父母的管控 才导致他走到了家破再多的局面 导致我们两个的夫妻关系不合 就是他们搞的 你就是不合适吧 你不要这样 调解现场小李与父母针锋相对 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唇枪舌战 当调解团队直言不讳 点出小李的问题之后 他却给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答案 为什么我现在任何事情我都不去做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找回我自己 我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去磨通我自己以前的一个思绪出来 小李想要找回的是怎样的自己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 小李满腹委屈 连番控诉父母带给他的致命打击 究竟是怎样的两件事 给小李造成如此自暴自弃的影响 面对儿子的质责 母亲不以为然 转而将矛头指向了 与他一同战线的小李父亲 我没打你 他要打 他打 他这个自己还没有把握 究竟谁才是问题的始作俑者 随着调解的深入 小李再爆猛料 指责父母强行干涉他的感情 导致他遗憾至今 能不能我 不能我出现 说分手的事情都没错 能不能我心里要好愧疚 小李与父母究竟有着 怎样难解的矛盾纠葛 调解团队又能否打开 小李紧锁的新门 帮他们找回往日亲情 今天的调解 为您讲述 拒绝被管控的儿子下集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自从我祭祀起 我觉得我都是蛮开朗的 一个大男孩子 在我七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家里好像没电视 那天晚上我到我二爸家看电视 第二天一起来 说我他家的钱不见了 我爸妈相信他们说的嘛 就打我了知道吧 我没打你哦 你爸爸打你哦 就是那个老婆 他说我儿子投了他的钱 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我这样讲 他不听我的 他就是说你就是住桌了嘛 他就是认证了你儿子一个人 讲不清楚啊 他就是你一个人到他家 他要打 他打 当时你可以不说什么 但是你可以过后把这个事情说开啊 我觉得我没有做错那种事情 我觉得 因为觉得我那是冤枉的事 知道吧 说了嘛 他马上到了下午就找到那些 那我就讲他大饿妈妈 我说你怎么能不能照备什么 除了对外面发泄这个情绪之外 对儿子呢 做了什么 刚刚我就跟我说讲这个那个 我们说打了你嘛 有道歉吗 说了嘛 他说你什么事都要赖我 你儿子在摇头 说根本没有道歉这个过程 父母不去听你说什么东西的 你跟他说什么 他就说你要听我的 你要听我的 天天纠结这个事情 看你说这人啊 日积月累 我就颓废了 将近有六七年吧 应该将近也有 就是破罐破摔 你既然让我偷 说我偷钱呢 好 我就天天偷 很显然 小李当时的颓废与叛逆 是对父母不信任他的反抗 他希望通过走极端的方式 引起父母对他的关注 很可惜 一向习惯粗暴教育的父母 不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反而在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上 给了他内心致命般的摧毁 这件事情的实作俑者 正是在偷钱事件上 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的母亲 13岁的时候吧 有一次就是跟我村庄的一些朋友吧 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 他就一不小心踩空了脚 把手就是摔骨折了吧 他就到我家里来闹 他就对我发生这个事情呢 就好恼火 又拿着东西来打我 他妈妈呢就说 你在外面闹事 跟我说闹事 肯定是两个人不好咯 跟我们赔了钱啊 我一走打了他吧 他们两个就是看得钱重 很偏激啊 你明明没有做错什么 他就觉得你就做错了 你就是认错 编辑不了啊 他不会听你说的 你说什么都没用啊 他们就觉得 你不应该发生这个事情 就是在他们的实讲的人里面 看我父母就两个人 还当了他们 加上有五六个人的面了 叫我下跪了 当那么多人的面 跪下还一直在打我 让我那个自尊啊 伤自尊啊 伤自尊啊 当那么多人的面 感觉那种自尊心呢 就彻底地垮着 知道吧 缠任性的影响 就是觉得我不是人 就我也自己也会怀疑我自己啊 我来这个事 事实上是干什么的啊 我觉得都是多余的 我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 我那时候我心呢 都是害怕的 我什么都不敢 连人都不敢见 我就觉得很惧怕的 因为跟他在当年 也没管他们好多 当时他跟他也没有人在场 就说你儿子闹了事 你当然不管了 这个事也没有分成道理 其实管多管少 不是量的问题 而是方式的问题 在儿子心里 动没动手还是其次 他说的是 在他心里最受伤的是 父母压根就不相信他 父母从心里就认为 他就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 这是最伤他的点 我不知道你们两位 能不能理解他这一点 那几年也 确实没过女孩子 尽管组织参见 有时现在讲起来 也很难过 心里也觉得有点对不起 没事 我们能勇敢地回头看 就是好事 这么多年了 以防我们也老了 一年后来过 更有无力感 是 父亲的悔恨很真诚 但依旧无法抹去 小李内心的伤痛 这是关系到自尊的事情 是让我自尊心 等于是无地自龙的那种 就没有办法走出来的那种 就根本就走不了 生活就感觉没意思了 小李告诉我们 在遭遇了父母连续两次 不信任的创伤之后 他彻底陷入了 自我否定的泥潭中 无法自拔 伴随着父母 无止境地粗暴管束 他用自暴自弃的方式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 浑浑噩噩的春夏秋冬 直至成年 那就是在你青春期的过程当中 都一直处在这种状态里 对 一直处在这种状态里 那时候天天打游戏 天天上网 成年后的小李 本以为接下来的日子 依旧会持续黯淡下去 不曾想一个人的出现 让他重新看到了 生活的希望 而父母却硬生生 掐灭了他希望的火种 对大多数人来说 情绪困扰只是偶尔出现 很快就会消失 但是有的人却会经常地 陷入到不良的心理状态里 无法自拔 如果长期地陷入到心理困境 对一个人的身心 会造成很严重的损害 你的心理健康吗 不妨扫一扫二维码 二十道题来测一测 你的心理是否健康 零几年的时候 在网上认识 认识我初恋女友了 我那初恋女友给我嘛 很多的一种关心 照顾 关心我的什么生活状态 心理 这都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 我觉得有这么好的人 能照顾我 能理解我 这时候我就感觉 生活就有一点那种温暖 你知道吧 要阳光地往前走的那种 然后我跟她相处了 也有一年多了 两个人谈的时候 都谈得很好的 然后我那时候 特地约一个时间 让我父母去跟我那个 初恋女友见一面 因为那时候我家里 稍微有点钱 你知道吧 我那个初恋女友 人又矮 家里条件就蛮好 跟我父母啊 连吃饭的时候 都感觉都不正眼瞧 瞧下人家 看不上 对 你长得一比较人才 找一个好一点的老婆 好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由谁来定 她说又漂亮了 又能够了 是你觉得的好 她自己 儿子刚才讲的那个好 我不知道 现在李先生能理解吗 她为什么觉得这个女孩好 好在哪儿 我跟我家人这样说了 她说 你不要管 什么都不要想 那都是 我不会同意的 直接否定的 直接否定的 我都 我是蛮关系的 跟弄得我 我跟我初恋女友 说那个分手的事情 都没有说 弄得我心里好愧疚 结束了是结束了 但是我找不到那种感觉了 找不到这样子的 最贴心的人啊 我就陆陆续续在外面 漂泊 偷出玩 到处逛的那种 去怪她嘛 我就说她两个人愿意就算了 她们两个人这事情了 我说听着她说 对她好咯 保护她咯 我就跟她说了那么多遍 她都不应了 她就 不要不要不要 所以她就熬三斤 她这个 四斤还没有绑 恋爱跟她恋爱 几费 你就这么没进不住打击 这个打击 不是因为恋爱造成的 李先生能明白吗 当你们看到儿子身上 发现了一些 你们觉得 怎么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们是只会看到 她这个人很糟糕 还是会反思 我们怎么让儿子成了这样 在李先生的概念里 他们当年的暴力教育方式 虽然存在问题 但不足以给儿子造成 这么长远的影响 儿子自身抗压能力不足 才是导致他自暴自弃 一直无法走出 自卑情绪的真正原因 很显然 儿子小李不会认同 父亲这样的看法 他坚持认为 父母才是导致他颓废的 直接推手 在这场矛盾重重的 家庭拉距战中 谁才是需要调整的一方呢 观察员们一致认为 有必要首先提醒李家父母 看到问题的本质 好 我们的节目 现在继续进行 今天整场下来 我们看似是在说一个儿子 很不着调 很不成熟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 其实是你们三个人 甚至是整个家庭 牵连在一块的一种非常不好的状态 棍棒 强势 指责 担忧 打击 比较 我想问问二位父母 如果一个孩子在这种状态底下去生活 你们家有阳光吗 我看到的更多的是苦大仇深的乌云 然后父亲表面上面真的是爱 可是这种爱包裹得太近了 全是强势的 没有任何民主可以说 这种尺度 分寸 很重要 现在你还把他系在腰带上 那怎么过呀 那怎么活呀 他的思想去哪了 第二种状态 在你们家 面子是超越了你这个家庭本身的成员的 为什么一定要和别人比呢 哥哥买了车 弟弟就一定得买 为什么要无形地去给彼此兄弟俩 给儿女增加这样的负担 父亲在场上再次强调丢脸 什么叫丢脸 我认为 一个家庭和谐 幸福 充满了情感 健康 就足矣 第三 你的儿子在现场不下语说了十句 说了没用 他们不听 你们真正敞开过心扉 打开过耳朵 听听你儿子内心的 从小到大的一种呐喊嘛 没用的时候 我只能反抗 刚才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问了问儿子 我说 你看到老父亲流泪的时候 你难过吗 他说好像现在没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你们这儿 找不到温暖 找不到那份 其乐融融的爱 一个网上认识的 初恋女友的那份爱 都远远超过于你们的 养育之恩的付出 所以啊 给二老一个建议 少批评 多鼓励 多鼓励 担忧和爱 都得用在刀刃上 小李 从你的这个整个的状况 包括你的这个 金钱的花销 这些东西 可以看到你身上 包含着几个方面的幻想 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的人生 是跟我前面 小时候 四五岁 十三岁 或者是七岁 那个时候的那些经历有关 它是存在的 是会影响我们 但问题是 我们现在已经成年了 我们需要去打破这个东西 第二个幻想就是 当你创业 和你在消费的时候 你关注的点 不是现实层面的点 你没有去过多的 现实的评估 只是满足自己一点 比如说 可能不被别人尊重的欲望 我先消费了再说 我先去借了钱再说 先去创业再说 不管它结果会不会失败 我们也需要去打破这个东西 建立一些现实的支点 还有一个就是 成年了 要学会守住这些边界 父亲说 你的初恋女友 不符合她的标准 但是符合你的标准 你那个时候已经十九岁了 你完全可以说 这个女友就是我要选的 跟你无关 那么有可能这段感情 你就保留下来 所以在有一些 关键的节点上 你需要有更多的一个坚持 而不是最后 出了问题之后 就把责任推到父母身上去 孩子闯祸了 不管他多大 你首先第一反应 不是去判断这件事情 客观事实是什么 你的第一反应 你的本能是什么 面子 这是很要命的 我们说什么样的人 特别看重面子 那我不得不说 其实自己心里觉得自己没面子的人 才会那么看重面子 你对你自己是不满意的 老李 你把你的不满意 不知不觉中 全部投射给了孩子 对一个孩子而言 他更注重的 也许也不是事实 而是说 当我真正碰到难堪的事情 窘迫的事情的时候 我的父母能够站在我的面前 来帮我挡一挡 尤其是在我幼小的时候 孩子的自尊心 他的身份认同 他对自己的肯定和接纳 这个部分都没给他 按照我们小李的说法 父母习惯了强势 习惯了让孩子听自己的 他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他在不断地被压抑 被我同性身份的父亲 给盖棺定论地给边缘化了 我就啥玩意都不是 他就会对生活充满那种 无理感 还有沮丧 一个人从小 如果在父母这儿 得不到身份认同的话 他到了社会上 就会用自己的方法 拼命地去寻找 所以他才会在有的时候 做出那种近乎于疯狂 甚至赌博式的行为 而我觉得有个项目 那投就投五万块钱吧 那我欠债就欠债吧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一直希望通过他这种 碰壁式的冒险 去麻痹自己 同时真碰成功了 我就证明给你们看 我不是那么的没用 这种方法可能是盲目的 可能是不靠谱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 全是一个年轻人心里的挣扎和呼喊 那么接下来说说小李 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 对于一个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然后完了以后 心里又觉得很 其实没有什么力量 又比较自卑的男人来说 他在很多时候 他是需要被看见和被关照 这也正是为什么你的初恋女友 会那么让你难以忘怀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看见了你 对于父母 对于原生家庭 我们是不是得换一个角度 去思考一些问题 比方说我们得认知到 他们的文化程度有限 受教育的水平有限 他们有没有条件 在你小的时候 去做一对开明的父母 如果没有 那么我们在想 他为什么这样那样 是不是对他们也不公平 当我们能够认识到 他们的认知本身是有局限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对他们 当年那些伤害自己的行为 有一个合理化的解释 就是他们不是故意的 他们也很痛苦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你心里的那些恨 你心里的那些遗憾 慢慢慢慢的 你才能够真正的被自己接纳 被自己消化掉 观察员们一致认为 原生家庭错误的教育方式 是导致小李颓废与迷茫的直接原因 父母首先要做出调整 调解员李津平则另辟蹊径 试图通过一场与小李的游戏互动 找到解决问题的新突破口 首先你先在这张纸上写下 我人生最重要的我要东西 你在下边纵向排列 具体的和抽象的都可以 我人生一样重要的东西 我人生重要的东西吧 第一乐观的一个态度了 还有在情感当中比较专一的 肢固的一个一种精神 还有对一些不懂的事情就比较好奇 还有对自己的身体的认识了 好 首先你说你爸打了你 是让你会丢了自尊 甚至丢掉了自信 那么丢掉的这东西 对于你来说显然不重要 因为你今天写下的五样东西里面 不包含你认为丢掉的东西 自尊这件事 不可以刻意去苛求 也不可能被客观成全 只要你活出一个样子 自尊自然就有 自信也自然生成 第二个就是 你在纸上写下的 这是你人生要的最重要的五样东西 你觉得你获得这些东西 你的父母能妨碍到你吗 现在 不能妨碍到我 所以你不要再说 这是我人生最想要的 但是我没有去追求他们 我得不到 是因为我父母妨碍了我 第三点就是你所说的 人到中年活回自己 可是你咋活回自己的呀 我爸妈说啥 我就对抗 这个人真的是你想要的自己吗 你要找回的自己 是纸上写下的 一个乐观的人 一个感情专誉的人 一个对不懂的事物好奇的人 一个有吃苦耐劳精神的人 所以这张纸我希望你留着 老李这边 假如说一个小孩 刚要自己学会走路的时候 其实他是很喜欢尝试的 那么这时候大人呢 总要试图去扶他去 可是有的小孩子很倔 就拿手就这么打他一下 本来他走得就不稳 如果他还要拿眼睛瞄着你 然后时不时还要拿手 打你伸过来的手 你说这孩子会不会摔倒 那么小李今天 其实他是人生真正开始 第二次学习行走 但是现在他的困境 恰恰就是他往前走的时候 然后你们就在边上砍着 一会伸个手挡一下 一会伸手挡一下 然后他要花费很多力气 来跟你们对抗 这样他会更容易走偏 他哥哥说 其实我爸对于我弟弟 管得多管得严 就是恨铁不成钢 那恨能让铁成钢吗 钢是怎么练成的 百练成钢 所以你儿子今天 也拿事实证明这件事 他说我不欠债的时候 其实我是连人都怕的 就是我是不敢走出去的 由不敢见人 到敢做到这么严肃 公众的场合上来 这就是他的突破 经历才是最好的教育 妈妈这边 说起来很讲理 其实真正强势的人是你 你别把自己摘得那么干净 就是都是他爸 他爸打的人 你觉得你在说合适吗 是他爸打的 但是你在这个现场 你把责任推给他爸 很好看吗 当你把责任推给他爸之后 你并不做自我反思 两口子之间 共同教育孩子的 如果你但凡从中 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孩子的伤也不至于到今天 那么最后 我要跟小李说的就是 一个有成长创伤经历的人 之所以会成为人生悲剧 是因为他有无数条犯错的理由 但是却没有承担犯错后果的能力 好在你现在愿意承担犯错的后果 也希望你的能力在不断的成长当中 更希望通过此番调解 你今后走向正轨 朝对的方向去走 找回真正的自己 其实真正的你 在你爸的眼里 一表人才 在我们的眼里 绝不逊色 李金平再三建议小李 不要继续沉迷在童年的床伤中 失去自摸 眼下最要紧的是调整心态 朝自己期待的方向努力 那么调解团队的建议 他们具体接纳和吸收到了什么程度呢 密室环节随即展开 就这个小儿子目前 你们还有什么担心他的吗 就是外在吗 还是外在 这个在表情 现在只要能住 再度可以完掉 谈起儿子眼下的外债困境 父亲依旧想沿用曾经的大包大揽 替他偿还的方法 观察员廖喜玉则提醒他 还债得讲究方法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去省这个头 因为你这一句话 就会让你的孩子怎么样 我在外面我不管干什么 欠了多少 我家里不会给我扛 对对对 我现在让这个孩子 就没有了责任心 也没有担当 廖喜玉强调 让儿子主动还债 是教他学会承担的第一步 夫妻俩实在担心他的偿还能力 可以考虑让他重回家里的运输公司 兼职做事 帮他解决燃眉之急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说的太多了 该给你开工资 我就给你开工资 是吧 该要你做的事 就要我去完成 通过与观察员廖喜玉的沟通 李家父母掌握了解决儿子债务的办法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两个问题 希望在密室里解决 一个关于儿子 一个关于孙女儿 每天问是吃饭 我煮的饭 你要吃 你也要跟我煮 自己饭 你也自己要吃 按时吃饭 按时吃饭 注意身体 你要做到这一点 就改变了 就什么都没有 每天不吃我煮的饭 他就是每天就到外面去吃 正如廖喜玉建议的一般 无论是儿子自己的生活 还是孙女儿如何安置的问题 李家父母都应该把主动权交给儿子 相信他有处理问题的能力 密室另一边的小李 也在李小云的建议下 做着未来的详细规划 觉得你现在可能更关注的 还是你现实层面的一些东西 不得先把债回来 我个人觉得你首先 现在可能需要在某一个地方去积累 我们不能一直就是 比方说我今天觉得赚钱去做这个 明天觉得赚钱去做那个 我的一些困惑吧 都是有些时候就自己琢磨 自己琢磨 然后在网上自己学 因为我以前就是自从 我那个初恋女友 我就颓废了好多年 以前有太多的选择了 感觉我没有去把握住 现在想回过头来 就感觉 外面的世界 就各个行为都赚钱的 感觉就下不了手感觉 小李很后悔 因为沉迷在过去的创伤中 错失了很多成长的机会 观察员李小云鼓励她 只要意识到了问题 一切都来得及 一方面是你工作边工作的经验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持续性的学习 你的学历虽然比较低 但是我们会发现 就是很多他学历不一定很高的人 但他在后续 他这一辈子都在持续性的学习 我也在看说 有的是学沟通学 有的是说交际学 有的是学各方面 反正好多 我现在的思想 就类似我刚刚说的 现在才会去逐步的 阶梯式的去学习这一点点东西 未来如何活出自我 小李有了方向 怎么教会儿子成长和承担 李家父母有了方法 那么回到厂商的他们 又会作何表态呢 调解马上回来 密室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厂商 看一下几位当事人现在的想法 自己嘛 情绪方面呢 还是有一些那个 就是内心一些浮躁的一些 只能把自己做好了 人呢不能去躲在后面的 不能去懦弱 不能去懦弱 我爸妈头发都白了 可以为我操心操的 永远不会这样的 对对对 要谢谢这 今天来到金牌条捷 让我上了人生大课 让我这种言语都无法表达的感觉 这太多老师给我太多那个 不一样的人生感悟吧 接下来我会越做越好 相信我 相信我 好棒啊 到这里面白了一点 看到自己的成长 我只不做 有信心给这老师们 你要相信吧 才好棒啊 什么都做得成功啊 希望家人有 辛苦了 谢谢辛苦了 这个辛苦了 父母如何管孩子 一直是大多数家长面临的难题 无论怎样 首先要做的 就是不能伤害关系 如果关系出了问题 就失去了管的基础 其次 要讲究管的方法 一味地将自己的焦虑和期待 强加给孩子 激起的只会是叛逆 时刻与孩子保持友好 而且平等的沟通 以身作则 才是管好孩子的 良好开端 希望这一家人 拨开迷雾 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